又來到Poker852的時間 我是雷超 在我身邊和我看今天這場 Poker Game 我們教主Sparrow 大家好 又來到新一集的Poker852 這次是很粗俗的名字 你平時也是很粗俗的 我2018年不太想說錯 但節目名字是這樣 我都要說一下 要看看是甚麼 是人的混蛋 還是人的混蛋 兩樣都是 6個人都有10萬籌碼 今天是6個人 決定維碼 大家看看他們也不像有10萬 絕對不是錢 他們打牙膠 看看誰可以收集最多籌碼 對 整天PokerPlayer 就說誰比較聰明 你差勁 我對 我打一場看看 對 今次有六位 其中一位就是 3號位是我們熟悉的Steven 對 剛剛按過電話 教主好像不太熟悉 其他人 我都快速介紹一下 最左邊 現在被Dia Winda遮蓋了阿豪 也有聽別人說過 有贏過我們 第一次講迫超 2號位 藍色的外套 叫做Breeze 我經常以為他是在家賣清潔劑 他們在打的 Blinds是128 所以其實是 剛剛這次 第一次阿豪 選擇Stradle 所以是128 400 所以一開始他們是500 對 對 都足夠空間給他們發揮 對 嘩 這裡一開始是挺有趣 Steven 我覺得Open In4很合理 阿傑在Big Blind Call 5很合理 大1號 直錄 Defend 勉強了一點 就真的有點噁心 雖然有時候 大家會說 Oz很漂亮 但也要看看 副牌 究竟的Potential 你想中什麼呢 對 在這裏 974 Steven決定C-Bed 阿傑 都看著兩頂帽 兩隻大 比他的牌 都很反覆 這個C-Bed很正常 我覺得 就 Marginal 因為始終7-9 這些Bed 就中 他們 Colors range 但自己 中了一個 bottom pair 都會有 Equity 我覺得是Marginal 這個C-Bed OK 剛剛 Sparrow 分析 三分手牌 說了一樣 我覺得很多Poker Player 都沒有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只想自己 中不中 剛才很多人看著 首先手牌 就說 Steven中Pair 所以打 但是Sparrow 其實人家會不會中 會不會撞山 不要說撞山 人家有 都已經最少找到一獎 甚至兩獎 甚至找到尾 對 因為7-9 兩隻梅花 在外面 其實真的幾多 Draw 等等 即是十足 八十 等等 First Draw 來到現在這首 第二首牌 Philip在Cut-Off Open-In 出現了很有趣的情況 阿豪 Small Blind Call 之後Brice在Big Blind 沒有Rerace 其實 我想說 阿豪 和Brice 兩個都 我有點不認同 他們兩個的Flat Core 就是 理論上A4 Off 在Small Blind Small Blind 其實是一個最壞的位置 我們可以選擇 拿Ace Blocker 去Free-Bat 做一個Buff 又或者 這樣Full 都可以 至於 Queen-Queen 當有三家的時候 面對一個Cut-Off Free-Bat 去Iso 是很合理的事 但他沒有做到 是啊 因為 Queen-Queen 尤其是奇怪 其實很多 Ware-Lio 亦都很深 都應該要 3-Bat 再製造一下 Yin-4 剛剛你也說了 很多問題 都很難打 如果就是Flat Claw 對呀 特別是Off-Suit 反而你說3-Bat 因為似在自己 有隻Yin Ace Blocker 低一點機會 有漂亮牌 我們只顧著說 其實剛才Post-Off 都很奇怪 在查查查到尾 Brizz Pair Queen 都贏了 都不算很大 然後 立刻 又來Green-Green 似乎開到很大 124 8 Open 5倍 是啊 都偏大 有時候我們會有些 有Anti的遊戲 但這個是沒有的 其實通常 可能3-4 通常 正常的Sizing 比較合理 這裏 Steven 拿著Yin-King 選擇 3-Bat 也是很大的Sizing 是否因為 那麼深入 又是一個因素 也是 我覺得OK 3.5 還未到3.5 其實我覺得Sizing 也算很合理 我覺得又不是很大的 因為始終是500個BB 對 其實都要打好幾萬 可以說 3-Bat Sizing 其實都很漂亮 你剛剛有說 3-4倍 但其實經常有人問我 因為說 Online Online 打了很多Cash Game 會看到人們 2倍 2.2X 但打Live 經常見到4倍 5倍 甚至 多些Azure的遊戲 10X Open 都有 你自己怎樣看 和怎樣去看 因為你倆都有打一些 你怎樣看 有時候 Live Cash Game 甚至 認真的 Stick的遊戲 我們都會看到5-6X 其實我覺得 就要看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Effective Stack 有時候Live Game 那些人真的 買到1000個BB 所以Sizing 就相對可以大一點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 好看那張桌子的Culture 有時候 你Race 很多時候想Iso 發覺5-6倍 都Iso不到 可能有時候 真的要Race到10倍 才Iso到 Race到Iso到位置 對 我們因為Race 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上Iso 對 這個Pre-Vlog Queen-Queen Breece選擇Flat Call 我和你都很同意 對 不是Overplay的手 沒錯 沒錯 但這個Vlog Queen即9 都濕到無可再濕 Steven選擇Cback 都頗小 30%左右的Pot 對 好像 是4分1 14,700 4,600 至14,700 對於這個Bot的質感來說 有點小 因為這個Bot 比較濕 而且 理論上 Aggressor的C-back frequency 會比較低 因為C-back range 更多 所以通常這些 會相對大一點 C-back size 加上大家 500Bb 我知道C-back 有時候有兩個因素 即是一個Single Race的Pot 即是一個人Race 沒有人Rerace 的情況 或者像這個 3-back的Pot 我理解 3-back的Pot 一般應該C-back 比較低 平均來計 對 因為SPR相對 Stack-to-Pot ratio 是比較低 是比較低 或者大家Effective Pot ratio 為什麼 但在這裏看看Riffa 先看Ri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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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Riffa 就中Full House 這個位置 Breeze應該要打 對嗎 對 都很合理 因為Steven也有些 Value Hand 即是AKK 一些Check Behind Turn 去Pot Control 那些牌 其實Steven有機會 是不打的 所以他要衝出來 自己Value 都很合理 但其實Sizeing 有點小 8800 即是三份一 多一點 那這裏 我就不太支持Hero Call 因為其實 我其實想不到 捉到什麼bruff 在3-back-point那裏 對 因為Breeze的Persive range 很多Jack-Jack-Queen-Queen 甚至有些花中了 還有一些 可能Pair 蛇中的牌 也有Pair Ace-King 基本上 真的沒得捉 但是看見Steven 就拿些籌碼來 所以 捉就不是捉 看起來 就似乎不是打算Call 他Cut也多多 如果選擇 如果其實Race 我也大膽地說 肯定是Bruff Race 你有怎麼看 在這個Bot的 所謂的Texture 即是 構造 因為Steven 因為Steven check behind her 所以Steven 是Rap 自己 不是花 變成River 難 Rap 所以Steven 這個Race 就變成 AKK 是不會再 Race太勉強 對 太勉強 所以Steven 在Rap 真的是Full House Rap得很薄 因為 其實 他Freeback 的Range 應該比較合理 Full House 應該只有Full 以及吏夫 對 但Brice 自己拿著吏夫 我們經常聽別人說 半講笑 Rap了 別人拿著手 對 即是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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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對 這裏我沒有什麼懸念 Brice 我覺得Brice 需要Rerace 當然Steven 會Full 但Brice 應該要Rerace 對 絕對是 這個TOP 而且真的輸了一個Combo 對 而且Steven 有機會即Full 所以這裏是Must Rerace 應該沒有什麼懸念 Steven 應該會 在那件事發生之後 在那件事發生之後 這裏 Brice 真的推多6萬出去 Steven 不需要半秒 就Full了 對 剛剛說 Sparrow 講起 我們Poker 的術語 SPR 即是Stand for Stack to Plot Ratio 不如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 對於我們打牌 Decision Making 會有關係 因為 很多時候 這個SPR 如果越小的時候 基本上 一些Overpair 一些Preflop 已經是大牌的東西 其實已經很難去走 而別人 亦都可能 一些Draw 會容易去Stack off 因為 Preflop 已經入了這麼多 所以 我們會容易去Stack off 越小SPR 為何這麼說 剛剛Sparrow說起 就是距離有多遠 其實取決於什麼 就是剩下多少 和Port有多少 即Stack to Plot Ratio 如果大家知道Ratio 即是比例 是一個數字 其實實際上 就是在Flop 未有Action之前 將現在的Effective Stack 即大家剩下多少 除以現在的Port 裡面有多少 就是一個數值去參考 這個數字越小 就代表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 類似 就會跟Sparrow 這樣說 這個數字很大程度 決定了 我們應該怎麼想 對 整個Game Plan 究竟 會不會去Commit 自己 在這一局 等等 這裏 Steven Open Underpair 3 阿杰仔做一個Preflop 我都很一般的決定 即7 Offsuit 走去Call 我想這個 怎麼淫屍都無法解釋 真的 不太好 無論是 你自己的Hand Equity 太弱 是的 太弱了 而且是一個Troubling Hand 很多時候 人們說即7 因為Jack Queen 這個Hand 其實挺常見 而當眾射射的時候 你是走不到 其實這裏的Action挺有趣的 Flob Steven Pair 3 當然是三隻Overcard 都選擇去Seabat 這裏 我覺得 是Go either way 確實是很弱 很沒有Equity 但是 他不打一槍 又好像沒有什麼希望 力彈的Hand 其實我覺得 是可以接受 是Marginal 不好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Backdoor Equity 但是 始終Aside Flop 是中 Aggressor Ranger 只中他多於中別人 對 Big Vine 其實副牌一定很歪 剛才看到King E-Off 所以 其實你是對著後面 你真的有機會 會打走6677 所以 蝶仔其實 首先說 我們不喜歡 我和Sparrow 但Flob 怎麼都要 出現一些很麻煩的情況 就像現在這樣 Turn已經不中 Steven也選擇去檢查 他打一槍 但很多時候 都打不走 剛好Steven 在Pair 3 都打不走 其實Steven可以檢查很多 Pair 10 Pair In 那類的Hand 是啊 就是 蝶仔就會拿著 沒有希望的牌 在送錢給人 使用 兩位鳳籌碼 給人贏 蝶仔 這個 真的不是很好的bluff 一方面 Steven 是層是有很多A 而蝶仔 也方便 避忘了華為 很多 drill 射 其實其實蝶仔有一個直 Riffer 이야 Z 其實Nutt是聰職 其實我不會 如果では我發射 會購入 那隻 下巴說未必會合作 不是太好 我覺得是OK的 例如說你可以Rap 傾職雄心 因為真的Rap 都很便宜 變成你真的Rap 要Flob Guts Shot Flat完之後打Turn 再River中 你真的Rap得很便宜 情願你說他在Rap Set 我會覺得 我猜Steven在那一刻也在想 他究竟是Rap Set 或是Rap Steven選擇另一個Pocket Pair 又是Under the Gun Pair 6 Philip在Cut Off 7-5 紅燈 Flat Core這類Hand 在Cut Off 我經常都在很多Live Cash Game看見 你覺得是OK的還是很一般的事? 我覺得這個Hand Potential的Equity不夠 不夠好 譬如這些Hand 通常很Marginal Flat 不是很漂亮的牌 就要是3-back 又是4 相反地 譬如7-8Suit 那些是比較漂亮的Equity 那些其實可以Flat 相對 畢竟7-5 那些牌比較小 又斷開一格 對 所以如果要玩的話 通常我們都會選擇3-back 那這裡 Philip的Flop Top 2 找了一口 轉來隻狗 你覺得Steven 應不應該繼續打下去呢? 我覺得 這個打 通常我們每一個back 我們都在想 最基本的兩個原因 兩個目的 就是value我的bluff 但是如果再打turn的時候 其實value是很faint的 人家中的7 又或者p8 甚至有p10 又或者p8 9 全部都是會call你 是不會fault的 反而會打走一些弱過你的Hand p5 p4 in5 4 in4 這類的Hand 反而打走也都 不是想怎樣 另外就是Steven 他是有一個很大的draw 很有equity 這個Hand 又被人raise就慘了 對 所以其實會是paint control自己一個showdown 即是有showdown value 又有drawing hand的因素 想看一張River的卡 這很有趣 Steven打Full Port 在那裡 都跟我們剛才分析有些類似 其實Cutoff這個Color 他應該是很多牌都很喜歡這隻狗 是嗎 對 有很多p8 所以多些p8 有機會中一個set 又或者是cut shot 有很多flop的streak draw 變成p8 或者蛇 即68是蛇 8969是p8 都會call到後 不過呢 River就打出個2個 2個出來 這裏就肯定是revalue bag 嘩 Philip也是snap call 這個是1.5xRiver bag 我都看不及 我覺得這個bag是很漂亮的 因為 因為Steven的perceive range是極少6 因為他是under the gun 所以 因為Steven的bluff range 突然變得多了 當球球運動的時候 他會更重 所以這個bag很漂亮 我會覺得 挺要重 嗯 現在看到最新的戰況 暫時Breeze大領先 贏了46,600 大家都要提醒大家 一開始是10萬 暫時比較少 也不是很少 Philip跌至77,000 另外Kenniff 我真的一手都沒有看過他打過 我真的不知道今集會不會看過他動 其實他平時真的不太緊 但他也在剩下1,300 兩個人是上升 四個人是下降 在這個位置 去到Kenniff Kenniff暫時未見過他打過那一鋪牌 對 以我認識的Kenniff 沒有那麼低 他打算來上鏡頭 可能緊張 怕醜 他怕醜 又怕被人罵 他怕被人罵 阿Breeze拿著Pair 10 在Hijack 開放很合理 4X 阿Breeze也傾向大Sizing 是的 另外 特別是Shorthanded 6 Max Sizing 更加不需要那麼大 不過我自... 因為你沒有那麼... 容易Iso 所以你是不需要那麼大 而且你Race得多 被人Freeback的時候 都會再大了 也會被迫 有時被迫 就會打大了 那些位置 這裏呢 Steven選擇在Cut Off reRace 雷10 我覺得這個跟剛剛的7 & 5 有些類似情況 但是 我們都是大利用 如果要打黑 就要Breeback Steven 這次真的做到了 對於施工 這個會相對 相對Flat 即是相對比五七Sooted 兩副牌選擇的話 Q10Flat 是一定比五七Sooted Flat 但是因為這個位置比較厚 所以3-back其實都可以 這個3-back range Steven flop過 Flushjaw 2-overcard 打4-5%左右 一半少一點 沒合理 Breeze overplay就沒得Full Race坦白說也有些overplay了 打走他贏的牌 所以我覺得Check code很合理 是 Steven不中起上來最漂亮的那隻 一隻Magic Card 是大大增加他的equity Breeze的角度應該怎麼想 他差兩隻十 所以他會不會覺得 其實應該怎麼想 如果他見到Steven再打多一槍 六千六 即是六成多的波 其實都是要Defend 因為其實10-10 理論上Steven是不太多弱 因為他Block了10弱 差兩隻10的時候 當然Steven仍然有些A-jack King-jack overplay 是的 理論上是輸A-jack Queen-Queen 但另外自己還有一個redraw 自己也有一個 他也是中蛇的 當然這個 如果他中蛇就大L 所以他也想看River Card 其實也變成Full不是一個option Race就是有些overplay 如果是overplay 這裡的check race就更加overplay 是 River 嘩 我真的隨便說一下 真的來一條 推Breeze去死 River 本來是 是 這隻我覺得沒什麼好討論 基本上他是等死的 是的 人間慘劇 你覺得Breeze應該會怎樣死 會打 接著被Steven推 接著call 還是check race Steven all in 你覺得會 你覺得會 prefer哪個打法 即我們這樣River run了一個backdoor straight出來 會prefer check race 因為 因為你自己的range 真的很多 八八九九十十十 即我説一下Breeze的range 所以其實 事情都中了 理論上 Steven的Akkqueenqueen 是call不到的 在這個bord上 但Steven仍然有一堆bluff range 例如miss first draw 甚至ace king ace queen等等 所以其實 寧願check 去induceSteven的bluff 因為其實你打是很strong 這裡 Steven就推 all in Breeze就 不是很開心 但已經call了 接著Breeze這裡就 看到他都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嘩 這裡都 正常適合一個hand 大家都看到 嘩 灰了 千萬不要以為是我們的視覺效果 他真的在現實上灰了 剛剛講這個hand 我們看到River的時候 已經知道Breeze死硬了 其實如果好像他這樣打出來 都會這樣call off 或者好像Sparrow提議的check race 都是爆發的 為甚麼 有時候結果一樣 都要很重要 講一下 分析一下 有甚麼打法 好一點 因為 現在我們看到的Steven 是queen ten 但其實我們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 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怎樣想到 去採取盡 這個value 由Steven 而你領域出來 其實Steven 很多牌都會 走 所以 是 就是 因爺 KING Steven 就輪到Steven 灰了 接著可能是Full 這裏 真的非常大的Port 一開始的hand 可能是Steven 在River 剩下7萬 前面打了1萬多 也有8萬 16萬的Port 超過一個starting stack Steven 距離牙策 又進一步 又再牙刷了 你看到他也笑容多了 嘴角是控制不到 微微的 有一個向上的角度 你看 現在都 留意一下 Steven面前的籌碼 已經不再廿過一棟了 好像香港起樓 向高發展 Breeze 已經好像 看不到一些 粉紅色 是的 接下來 希望 我看見多些Kennith 動 Port 都是Steven 其他五個都看過 潔仔 其實我還未介紹完 我只介紹了 左邊兩個 阿豪和Breeze 其實Steven 坐在 Steven 的左手 螢光幕的右手 那位 叫做Kennith 最右邊的兩位 剛才都見過 名字 剛才75 五號位 那位是Philip 最尾 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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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有點微經驗 所以 main 這只會瞞著 是畫面的效果來的 真是灰灰了 是一個身體的反應 這支牌我其實真的很麻煩 Call 一個 Preflop Race with King 7 Suit 我真的很麻煩 在 Small Blind 如果是 Big Blind Depend 就很合理 很 standard 還有 這裏 阿豪是 Preflop Racer 來的 私給一槍 只有頂帽 我覺得很合理 Breece 一個 Single Gut Shot 選擇去 Call 是否有些挑戰了 你會否覺得 我會覺得 如果有 Back Door 的話 他不Full 是合理 除了 Call 之外 也可以選擇 Race 因為太少 Equity 也不想 有時候 Run 一個 Strike 出來說 Riverrace 來的 8 這樣 雖然 Turn Show 是 Good 但可能輸 但他真的 Turn 了 Back Door 的 Draw 出來 大了很多 Equity 他變成 First Shot 再有 Open End 由 Gut Shot 變成 這裏 阿豪 做了一件事 我覺得是 Either Way 都可以 Track 也不可以 他自己也取得更多 Gut Shot 但他依然都在看一頂帽 你對於他 Fire 第二槍 你怎樣看 打 2 分 1 左右 我覺得不是很差 但我都會傾向 Check 更多 因為 沒錯 你仍然可以得到 6 分 就是 6 分 但 同樣 像剛才的 Hand 你取得更多 Equity 而你其實不是 Top Pair 的時候 我覺得 Check Call 之後 可以用盡你自己的 Equity Equity Realization 其實會更好 這裏 真是被人 Raise 了 Breeze Flop 這樣 一個 Single Gut Shot Call 真的 Turn 過 Flush Shot 當然要動 是否一個好邏輯 剛剛講完好像很理所當然 但是 其實 是不是 你幻想一下 如果他在 Flop 上 Race 了 Take Aggression 之後再打 Turn 整件事是 Convince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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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這樣 Flat 完 即 當Explay Flat Flop 當然要 raise 其實我覺得 OK 因為 Hand Equity 大了那麼多 這裏 不知道怎麼收貨 剛剛 何 Call 了 Race River 就中了一條蛇 Breeze 就扮演完 Turn 是不是 多數會 但阿豪 可能自己動 那 可能救了Breeze 這裏 4 Car Straight River 這個位 其實我個人就 真的覺得 應該要給Breeze 表演一下 是啊 其實 不過 始終 Breeze Flat Flop 之後 Race Turn 的時候 都有一些 Value Hand Range 都不少 所以 那一堆 Hand 其實都會 Trap Behind Reaver 因為這隻River Card 是極之危險的 那些 Turn 2 Pair Turn Set 之類的 Hand 是啊 都會是 就是 看見到 又 Far 又 Far 又 4 Car Straight 的時候 都會 Trap Behind Reaver 所以 我覺得這個 就是阿豪 衝出來 Value 都OK 相對會好過 剛才 阿Breeze 那支10-10 就是River Strait 去Value 阿Breeze 剛剛又要輸多手牌了 所以大家 都會 暫時未拍到他 但是他的身體狀況 都是沒有變的 他的臉都是灰了 應該是 咦 又不是 咦 會不會又心情好返 咦 原來是拿A Screen 他 開放的尺寸真的偏大 八把 之前才見過 5X開放 其實現在這一刻 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Breeze 贏回一局 因為 想他的心情好一點 因為他還是灰 Philip 在不騰中 叫 即10 Off 傑仔 波班 KING 雷 紅 心 阿豪 也叫 即10 Off 怎麼看呢 我覺得其他兩手都OK 反而我想說即10 即10是不行的 都是一樣的 即是 不是一個漂亮的 不是一個 potential hand 通常我們會classify 一個hand做value hand 或drawing hand 即10 Off 是絕對不夠大 是一個value hand 亦都不是一個漂亮的drawing hand 因為是Off 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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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 兩人卻flop了一個TOP Breeze 可能可以脫離灰色 所以做了CB 1600 Half Pot 其實可以大一點嗎 兩隻葵線 在VLOP 4加 我覺得Half Pot 是minimum 即是 最小的尺寸 可以接受 可能再大一點 到六成半 我覺得可以 3千多 3千多 2千多 TURN 就來一隻葵線 Breeze 三隻葵線 這其實挺有趣的 Breeze 總括來說 葵線狗 應該是對她好的牌 但未必對她的對手好 即是 她應該 怎樣決定 繼續打下去 其實在三家的情況 對方 有機會使用Streak的卡 應該都不打 River 再你一隻葵線 真是 其實在這個位置 很多人 坐在Breeze 就可能軟天軟地 唉 為何會輪到這樣出來 反而我的擔心 就是沒有VALUE 對 KILL ACTION 即是 TURN 已經開始KILL ACTION River更加 所以她就拿不到那麼多VALUE 她上升之後 拿到一條街 兩家的VALUE 非常小的VALUE 所以都 有時候 踢單都好了 走好那邊想 哈哈哈哈 你看她的樣子都沒有再灰色了 身體狀況 有一點笑容 身體狀況都回來了 那麼 KENDY會不會 終於肯讓我動 看看她是否漂亮牌 都看你要下一局了 她在搞別人的CIP 自己沒有東西搞 有時候我們打PRE就是這樣 有時候CUT THAT 但也要DISCIPLINE 看到Kenneth做得好就是夠DISCIPLINE 我以為她平時是一個有DISCIPLINE的人嗎 平時就一般 做人一般 哈哈哈哈 那麼 在這裏 其實我現在想起了 就是拍攝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 你會看到CIPLINE 又知道他們 成績就是 沒有 不是就是叫他們 每半個小時數一次 為什麼現在 傑仔沒有網牌 在數CIPLINE 數一數先 那麼 那麼 暫時看到 Steven面前 應該大領先 三棟 四棟 四棟 應該是三十層樓高的 一千 差不多 十二萬 是否兩棟黃色 好像 十五到六萬 十五到六萬 其實是沒有 BUTTON 阿豪 Open700 BREASE 和Steven Steven 都打算Defend我 是的 他也是Defend 輕易就難Squeeze 一些 可不可以 有隻KINGBLOCKER 其實如果 面對著 一個 LOOSE OPENER 在一個BUTTON 其實 不過我們都會選擇 KINGSUITED 相對 SUITED KINGSUITED 始終 EQUITY好些 不過我想說 就是 IN不OFF 在SPLINE 其實通常 這些SPLT 只會選擇 3B or FO 因為 A5 OFF 其實不太容易 繼續打 真的很難 因為多數都不中 是的 也是 拿一個 Ace Blocker 可以考慮 如果面對著 一個 LOOSE OPENER 在BUTTON上 Steven 好像打算打算 1,200 但不小心 擺錯 2,200 但 看到他的樣子 很老 大家都想 有他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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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個 朋友的遊戲 但如果 不是賺錢 如果是打錢 那些人可能會捉住 Steven 不可以縮手 糟糕 為了說 這集的名字 又破解 爆粗 令我2018年 做節目 不爆粗 又走遠了一步 Anyway 來到 TURN 有隻熊心 Steven 選擇 衝出來打 怎麼看 這個 很特別 因為他沒有雷 沒有雷 有隻熊心 是的 其實 有點奇怪 因為 始終 人家的 Ace 我覺得 這兩家 一定有一家有Ace 其實 都不會那麼容易 可以 得到 不是那麼容易 得到 他們 因為通常 譬如你 中了一個 Jack Queen 都可能會 等一個 Aggressor 去打 沒錯 這裏 就打出未來 River 了TURN 反而我仍然很擔心 因為 其實 豪手牌 是挺弱的 但是 會不會他因為手上的熊心 煙 有些 TURN INTO BLUFF 的打算 那 我們看看 Seven 拿點價值 難得 不覺得River TURN 多數是好 的 有 很多 TURN 的 TURN 可能 不是100% 可能 TURN會移動 TURN River 623分1 TURN 2號 這裏 又 另外 另一個因素 就是 我個人 真的不會 過 TURN 真的會被 Steven BLUFF 因為 很難 River 基本上 不會增加 對 對 其實 如果我召喚 我是因為熊心煙 打算有些搞作 River 對 我真的會 FALL TURN 坦白說 這裏 你覺得 會不會 我覺得 不是太 因為 其實 我覺得 這裏 不是太美 因為 很多時候 例如 Steven TURN TURN 其實 TURN 取得了 EQUITY 當然 結果 不是 但很多時候 TURN 會取得了 EQUITY Block不到 所有的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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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這裏 Steven 可以有 KING 什麼熊心 TURN 任何 SOOTER KING 熊心 停一停想想 我又不太確定 KING 4熊心 會衝出來 當然 我們未必會這樣做 但 很多時候 TURN 有機會 TURN 而他們 可能不想 TURN 不想這樣了大 這裏 有趣的HAND 好幾個 Action 我們都 預測不到 不覺得會發生 包括 Steven 在TURN 沒有Pick of Equity 下跌 以及 阿豪 在這裏 去Block RACE 我們也介紹一下 Dina Winder 因為我的HAND 交了很久 他都在這裏 在這裏 先 Steven 最後 Action 都幾奇怪 對 因為 其實 理論上 阿豪 真的不是很多 Bluff Ranger 貝花 的Myth Fush Draw 還有 我眨眼看下去 我當時不在這裏 阿豪 好像 他形象比較好 有機會是 Steven 的形象 有些少 這裏 這裏 Steven 雖然輸了 Port 仍然是大領先 加了38,900 籌碼 暫時大落後 仍然是 灰色素 Brizz 付著46,500 這裏 打牙膠 的 六條 仆街PK 再過來打一打 未打完 下星期再見